豪車進出 戒備森嚴 建築外觀氣派無比 這是新一計畫區少數巷弄門牌的高價豪宅 睽違四年半 新一計畫區的豪宅黃翔育居 又再度出現買家了 推測是廣達的兩次鄭家族 總共花了十三億元的現金 買下兩戶 買下兩層樓各三百四十多瓶戶別 每瓶落在兩百一十五到兩百一十八萬 雖然是實價登陸以來社區最低價 但還是同個路段最貴社區 而廣達兩家原本就是住戶 可能在建商有特別的勤奮之下 所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以二三六巷來說 因為它是屬於十五米寬的這個巷 所以也會是屬於鬧鐘取勁 而且也都還蠻符合 他們在交通的一個順暢程度 近三年這條名人巷的一級豪宅 包括國美信義花園 信義公爵館等 都有交易 單價落在約一百二十到一百九十九萬元 這一次黃翔預計價格 比起二零一四年 每瓶接近三百萬 有明顯差距 不管是在整個裝修 或者是我們說的景觀 甚至是周邊鄰居的這個條件 其實也會造成非常大的價格差異 以目前的市場來看 整個豪宅的這個區化速度相對比較慢 所以溢價空間也會相對比較多 而同樣位在附近 號稱全台最貴的超豪宅 陶珠影園 開架一度謠傳 每瓶六七百萬 卻都還沒賣出 專家表示因為現今豪宅買家 不像以前大多是六七十歲 製造業 船產等家族企業 而是若在四五十歲較年輕 而且以白手起家 新興產業或創業者為主 墓地也偏向自住取代節稅 因此傳統的大坪數豪宅變得越來越難賣 三零新聞 林舒賢 李孟山 台北報導